6个月的熊猫宝宝一亮相就引来众多游客的喜爱 汶川大地震以后 四川卧龙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63只大熊猫受困 08年的5月18号起 大熊猫被分批安全转移到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发现地 那就是四川雅安 08年的7月6号 大熊猫姑姑在雅安安全产下震后第一对双胞胎 之后13只大熊猫宝宝随后降生 目前大熊猫宝宝身体健康 生长发育状况良好